火锅丸你别总顺火锅吃了 换个吃法 你先喝这么多 保证你能吃酸了你吧 咱们首先准备点火锅丸 青青长的鱼豆腐 鱼豆腐切成片 青青长对半切开 然后给它改成花刀 但是千万不要给它切断了 全部盖好咱们备用 再准备点配料 尖椒 芹菜 小米辣椒 洗锅多烧点油 把所有丸子下锅用油滑一下 咱们把这个肠滑至长远就可以 哎 这个味道可香了 给它捞出来酥油 洗锅烧点油 来一勺香辣椒 再下入炸好的丸子 将它攀炒一下 再来一勺清水 来点盐鸡鸡 下入咱们的配料 让它给它翻转区域 这么多的炸鸡鸡鸡 确实是想 老地主要是想的 基本的配料都特别的适合在下里 每适当中给家人的房间做一份 都能够在家里 让人家里的房间 好好吃 然后找一个能加热的锅 放个锡质 或者是铁板都可以 放在上面 下面也可以少放在圆葱 味道更好 最后咱们撒点白芝麻 出锅了 咱们啥好吃 这个菜只能吃鸡板米饭 老姜的 如果你学会了 记得给老弟一个收集 感谢支持 咱们啥 你 Phi 这个菜只能吃โ捅 咱们啥